大家好 这里是如实说 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 开头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月薪6000的情况下 你是选择去搬箱子 还是选择去当主播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不久前超六成职校生 不愿意当蓝领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中轻报26596份调查问卷中 63.9%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 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仓库 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 他们选择逃离工厂 不愿意去仓库车间工作 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就业趋势 一个三四百人的工厂里 年轻职工的比例连10%都没有 我们真的很头疼 这是近日 湖北一家服装厂老板的心声 发到短视频平台后 引发了工厂招工男的讨论热潮 事实上不只是这家服装厂 如今国内大量制造业企业 都面临着年轻人不愿来 年龄大的干不了这种现状 无数企业老板都在担心这样下去 工厂将会轻簧不接 事实上招工男用工慌的现象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往年这个时候 由于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接连返乡 很多工厂都会出现 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从2020年开始 由于疫情的影响 更加趋于明显化 在广州的街头上 大量老板集体出动 在数公里的队伍里 举着牌子为自家工厂招人 而旁边的大屏幕上 却播放着一则新闻 外卖骑手月薪过万 从业者中90后和00后 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还真是颇具讽刺意味 根据人设部给出的 2021年三季度 全国最缺工百行业排行 报告的数据显示 在100个职业中 有58个属于和生产制造相关的行业 报告预计到2025年 中国制造业的十大重点领域 人才总数将会接近6200万人 人才的需求缺口 数量为3000万人 缺口率高达48% 中国正在陷入另一种用工荒 中国制造开启了缺工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他们不是人口大国吗 为什么14亿的人口数量 还会有缺工问题 如果没有工人 国内的数百万家工厂应该怎么办 这期咱们就来聊聊 中国蓝领的真相 和真相下的工厂生存现状 想要明确背景 首先有很明确的两件事 第一 中国劳动力早就不廉价了 劳动成本低 加上遍地都是 扛着麻袋到城里 来求生活的农民工的说法 已经是老黄历了 公开资料显示 从2000年到2013年 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1.4% 本世纪初中国工人的工资 只有墨西哥工人的30.2% 而2013年 中国工人的月工资 已经比墨西哥工人高出50.5% 比越南工人高出168% 2020年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 月均工资4096元 比上年增加138元 是增速最快的行业 我想告诉你的 第二件事就是 即使工资一年比一年高 行业还是无法扭转 工人数量下滑的趋势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20年 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85亿人 比上年减少了517万人 这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 占27.3% 比重继续保持下滑态势 2008至2018年 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 平均年增长率 为负2.84% 工人越来越少 工厂不得不提高薪资标准 用越来越多的州 吸引越来越少的僧 媒体曾经报道过 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2020年 江苏电子厂招聘 月薪8000的普工工人 刚到现场 就被隔壁电子厂 以一万月薪挖走了 月薪一万 我就想问这电子厂还缺人吗 这不是人口大国吗 不应该最不缺的就是人吗 为什么还缺工缺到如此的程度呢 很明显时代已经变了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是留意四拐点 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 工资陡然上升的现象 而中国在2004年到2011年间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 正在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 到了2019年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从2011年达到顶峰后 已经连续8年减少 相比2011年 峰值的9.25亿人 减少总量达到2860万人 超过了澳大利亚国家的总人口数 一方面 劳动人口正在减少 另一方面 年轻人的选择也在增多 外卖 直播 滴滴司机 如果能和外界接触更多 谁愿意围着流水线打转呢 花花事件迷人眼 中轻报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如今新型的电商岗位 更受到职业院校学生的追捧 知乎上有人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18岁的我是选择进工厂 还是送外卖 回答里更多的人 帮他选择的是送外卖 进厂 还是送外卖 年轻人都选择了后者 但你以为 这仅仅是一个18岁少年的 个人选择问题吗 不 当千千万万的年轻人 都选择了后者 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相当严峻的社会问题 中国蓝领真相折射的是 中国发展现状 年轻人不愿意进厂 企业不得不提高招工标准 成本高了利润率也降低 利润低就难赚钱 不赚钱就难发展 不发展的话 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就要考虑出路 比如去人力成本 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建厂 去蹭他们的人口红利等 千千万万个企业都走了 就会影响行业发展 行业影响产业 产业最终会影响国家 所以进厂还是送外卖 往小了说是个人的问题 企业的问题 往大了说是行业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也许一个18岁年轻人的选择 影响的是 中国发展的历史拐点 而如果想解决 人力成本的问题 要么向下转移 继续寻找人力成本低的国家 好处当然是能迅速 打下成本获取利润 但劣势也很明显 治标不治本 整个的产业就不发展了 人家的劳动力 就不提升工资了 跑得了一时跑得了一时嘛 最终还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如今 中国制造业面对的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让年轻人回心转意呢 我身边 有个在厂里上班的朋友 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工厂上班 有时候忙起来两个月 都不出厂区 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心里很是压抑 如今年轻人不愿意进厂 已经在里边的年轻人 也在想方设法地逃离 邻居的儿子小王 一年里在三家不同的工厂工作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彻底离开 工作的环境 时间以及薪资待遇 成为了他的心头病 也是促使他彻底远离工厂的真正原因 在去年的时候 小王从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毕业 所以很快选择了对口行业 当了一名技工 他说 名义上是技术人员 可实际上干的还是打杂的活 从生产 训班到检查维修 这些活都落在了自己一个人身上 工厂一般都在城市边缘地区 他吐槽这些地方 根本就没有人气 他干过的三家工厂 最远的距离是中心 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这还没完 加班补班 那是家常便饭 以平时正常班来说 是早上7点40分 到下午的5点50分 如果遇到加班 就要到晚上9点10点 他还干过四班三档 其中的一天 需要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下午4点 休息几个小时后 就得立刻上岗 从晚上12点 干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 这个白加黑一整 他整个人都要无力 好几天 另外 小王还说 虽然宿舍距离厂房只有200米 有一次订单比较多 他硬是好几个月 没有踏出过厂房 每天过着标准的两点一线生活 觉得自己完全不像个年轻人 这真的让人很崩溃 两个月前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然后找到了一份 互联网领域的工作 而第一个月的薪资 就是 他在工厂里的两倍有余 根据2020年一线蓝领 用工荒情况调研 报告显示 年轻人对于这一工作意愿 普遍较低 是导致如今国内制造业企业 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数年前开始 年轻人的就业倾向 在传统工厂 一线员工的日常工作的强度是很高的 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中午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很有限 哪怕是一天都在工厂里坐着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像服装厂 鞋厂 五金厂 电子厂几乎都是这样 与之相比 互联网的流行孵化出了一大批新兴产业 为年轻人提供了大量新的选择 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选择这些行业 往往可以有更好的福利待遇 日常工作的强度更低 让自己有更多空余时间 所以 对于年轻人来说 进场打工的吸引力 在各个方面都在下降 未来 中国的制造业会是什么一种情况呢 大家对于目前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又有什么看法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